平川说电竞天天聊魔术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做一场Fly的比赛视频 Fly的话比赛好久没有做了 今天我们来回顾一场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R 游戏版本1.36 出身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爱迪FlyGoGoGo 我们的中国兽王Fly百分百 Fly这个人平时直播 看起来实力好像不如以前 但是每一次打起比赛 总是给人意外的惊喜 看来也是一个比赛性的选手 好我们看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游戏角 红色的暗夜精灵 ID Lolita 来自于韩国的顶尖暗夜 Lolita比较喜欢整活 所以说他的比赛观赏性也不错 Fly喜欢正面硬钢 黑观赏性也很好 这两个观赏性加起来 说double双赢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英雄选择 Fly这边首发的是剑胜 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硬撸的剑胜 Lolita选择的是DH 恶魔猎兽 这个英雄也是比较的扎实 好硬碰硬 我们看一下这一局 开局的话 Fly这里小苦工去侦查一下 这一波的话没有侦查到 那肯定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是1.36版本 不可能出身在你的旁边 好我们看一下Fly的剑胜 剑胜出来是选择练击还是去抓对方 对手这一边的话肯定是练了 战争古术已经站起来 练海龟 411 这一波看一下能掉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上来一刀解决打了一个智力加散 好 剑胜的话再往中间赶 应该是要去商店抢一个贵族头环 来两个人同时到达 Fly抢到了贵族头环 买了一本买了个粉 然后把TP给卖掉了 DH过来去找 找一下看看你又没有双线练击 结果没找着 好 Fly的话剑胜属于打保留啊 开局买个贵族头环 这边打个宝 什么装备 不活 一个加死的公爪 nice 好我们看一下 Lolit的话DH过来骚扰 但是他并没有开献祭啊 技能暂时没有点 很克制 这边D动 防守一下 大气的话卡位卡位 诶 他还想再钻过去 好 Fly的话拉了两个小苦工卡位卡住了 Fly的话还是操作非常的细啊 剑胜赶回来 过来一看 DH感觉赶跑了 那赶跑之后 剑胜继续去练击 这边大气随时更一更这个DH Fly是选择继续打保 继续打保 这里会不会再来一个公爪 再来一个公爪 剑胜直接起飞啊 这开局三分钟 是吧 两公爪一头环 嘿 说啥来啥啊 又是个公爪 那两公爪一头环 一级剑胜飞起来了啊 额外加十二点的输出 好 DH的话 在一直找机会 是吧 找剑胜 结果没找着 那这边把这个小苦工给干掉 这个小苦工啊 前击可是做了很多事的啊 各种侦查 来 收割掉 那我们看一下剑胜 这边继续打保 打了一个暗影斗篷 暗影斗篷 还行 看你怎么用的啊 白天黑夜都能引伸 好 DH这一波 看看能打一个什么好的道具了 标标标标 刚才是智力加三 这里的话是一个优越之剑 贵族头魂的缩小版 二分之一 好 DH也到了二级 不过剑胜这个装备有点好啊 剑胜上来 一级海龟 我也给你抢了 然后想追杀一下这个AC 前面大计卡位 卡位卡位继续卡位 好 这边的话AC赶紧跑 那DH肯定是有点砍不动的啊 所以弗莱并没有贪 就杀这个AC 这一波能追杀掉这个AC吗 AC的话可以卡一下视野 绕数走一下 剑胜暂时丢失了视野 好 弗莱再操作一下剑胜 继续去追 能砍到吗 看一下 庇物 二级剑胜 装备就是好啊 小AC 眼看井水就在前面 结果呢 没有喝到啊 难受 好 这边的话 DH回家 井水一喝 又得找机会去跟剑胜 撸一撸了啊 剑胜 掐指一算 好像第二个贵族头环 又刷出来了 继续去买贵族头环 好 出来了吗 隐身斗篷卖了 粉卖了 贵族头环 也没有出来 也没有出来 我们看一下 好 双头环 双公爪 二级剑胜 这个装备确实给力啊 三个大技 要找个机会继续练集 我们看一下 奥面双方 无暗夜精灵 是选择三本的吹风流 那Fly这边的话 暂时是奥本 没有去升三本 果然 吹风流的标准打法 奥发兽王 过来拆一波地洞 刚好二本建筑在造 这一波的话 Lolit的timing点相当的不错 来了 小豪主一招 又开始拆拆拆了 拆拆拆 好 两个小苦工 卡位卡位 拖一下时间 怎么办 目前的话 Fly得找机会去守一守 Fly的话 现在还在外面练集 打了个回二戒指 好 小Y出来了 小Y出来的话 升个妖术 那理想的情况 小Y的话 还是要去升一个什么 治疗啊 失望之类的 升个妖术 那没办法啊 对方大决压境 只能够赶一赶对手 健身单传回来 这个地洞能守住吧 哎 输出一下 看能不能把DH给打走 DH 6滴血保存回去 操作还是很细的啊 地洞呢 没有保住 这一波看能不能把兽王给留下来 好 这里追杀兽王 小Y身上的蓝并不多啊 这一波的话 三个 两个小豪柱又开始去拆这个地洞了 哎 好 Fly的话很细啊 直接取消 接下来能追杀到这个兽王吗 贴了个加速 哎 关键是个DH过来了 DH表示 哎 小老弟 刚才你帮我 这次我帮你 是吧 两个人互相帮助啊 好 这一波暗夜精灵 顺利撤退 那接下来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风格要吹风了啊 这个时候的话 Fly得找机会去弄他一波 对方三本马上升好 三本升好之后 再去升个吹风 来 趁此机会啊 赶紧把等级给练上去 那小Y 一技能升了一个 妖术 那二技能的话 只能升石炮了啊 就治疗到时候 得卖群补 来 打得很拼啊 全打输出 治疗什么的啊 全靠群补来 来 来替了啊 家里的话 赶紧出狼奇 后面还得靠狼奇 升好网啊 去切一下 这边风格的后排 诶 这里能不能看到 有一个战争古术 过来一看 嗨 有个战争古术 原来你还想练这个点 好 Fly很细啊 把野怪勾出来 一起来打 另外一边的话 罗里特 已经在开始练这个点了 练完这个点呢 到时候可以开个框啊 开个框 吹风的话 在升级当中 吹风一好 直接就去进攻了 诶 Fly这一步 timing点也是相当完美啊 对方吹风还没升好 还在外面练急 上来直接拆月亮锦 这一波的话 看看DH一个人要小心 这万一被对手 网一下 围一下 可能就走远了 第一个月亮锦被拆 第二个月亮锦 感觉也要被拆 下一波 罗里特有点腿啊 不对的话 走回来 DH继续守 哎呀 小精灵拉慢了 那两个 两个月亮锦被拆 这边吹风还没有升好 吹风还没有升好 趁此机会 Fly可以大赚一波 不过Fly也是一高人胆大啊 这个剑身没有TP的 这万一对手有个吹风 你这个剑身就走远了 好 Fly掐指一算 对手的吹风好像快好了 我赶紧撤赶紧撤 在这里看看 吹风 好了好了 好 吹风一好 直接留个狼旗 那Fly的话 要救这个狼旗吗 目前对手的话 分得只有四个狼 也不是很多 好 Fly的话 点一点对方的数据 哎 好像不多 我过来手一手 好 老板一看 Fly杀回来了 那我还是先撤吧 对手这一波火力 还是有点凶 狼旗说 谢谢大哥 没有忘记我 大哥表示 应该的应该的 出身入死 说咱俩就应该 互相提携 这一波 这一波的话 练个744 另外一边 也去练一个744 看看装备怎么样 大雪大篮 我们来一波 好 这边的话 打了个大雪 这一边 七级海龟倒下 看什么也是个大雪 好 果然啊 上天是公平的 一个大雪 我一个大雪 每个人 都有美好的未来 这一波 哎呦 小Y要小心啊 被豪猪输出 被海龟输出 这个小Y 是没有治疗的 没有治疗 好 谢谢对手 送给一个豪猪 小Y升到了三级 三级之后 升二级射棒啊 二级射棒 这个输出 打的就比较舒服了 Fly的话 在练技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侦查 嘿 刚好看见对手的话 开框直接拆 这个时候 对手的话 三本吹风好了 进攻 这一波的话 哎 这个城坊还没有升好 一个地洞 可能要被拆 应该最多拆一个啊 另外的话 应该拆不了 一个地洞被拆 这一个的话 好 城坊升好了 城坊升好 修一修 拆不了了 这个时候 Fly给你对拆 Fly是有狼奇的啊 一点也不怕 最喜欢给你对拆了 风德 这个工程能力 非常的弱啊 这拆半天也拆不动 好 那这一波要交TP了 劳累的交TP Fly的话看看 哎呦 小Y的状态有点差啊 不过小Y身上有个大雪 这边 有个狼奇 狼奇说 大哥不好意思 出的有点靠前啊 这里Fly能救吗 这边要小心 好 石棒插好 想跟对方打一打 哎呦 小Y这个走位 有点不小心啊 被对手给抽了一下 好 这个狼奇还是被带走 那豪主 解决掉 在一波 身上有药膏吗 小Y回去贴药膏吧 状态有点差 来这里 胆子很大 万一对方吹风一吹起来 那小Y也要左远了 好 小Y回家 补一波状态 那马上 又可以去找机会和对方拼一拼了啊 这一局 Fly也是各种打架 前期健身 打宝 打完宝之后各种打架 老里他又练个七级海龟 这个DH相当的肉啊 力量加六 回二戒指 可是其他两位兄弟的装备 稍微的有点寒颤了啊 Fly再一次过来进攻 这一波的话 剑身 三头环 两弓撞 三级剑身 吹风一吹 这里石棒插好 接下来就靠石棒打输出 小Y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 不要被对方的DH给抽到 好 一个大戒被干掉 这里风德数量有点多 剑身身上没有无敌 只能一直被吹 白牛的蓝 也被DH抽的很难受啊 看看找个机会 能不能驱散一下 好 石棒插起来 只要小Y没有被抽到 那石棒一直有就舒服了 嘿 这个时候DH的位置有点差 找个机会 想不了DH 不过后面的部队 迅速不解上来 狼急切对方的风德 这一波的话 不然 小Y主要是靠小Y打输出了 哎呀 又被抽了一下 DH 哎 DH的位置稍微的有点差 好 一起 往一下 然后一队输出 这一波只能交TP了不 啊 有个大雪 这个要是没有大雪 就只能交TP了 现在 果然部队好吃个群补 先把部队的状态拼回来 听客升到了三级 暗夜精灵 三英雄都是三级了 果然的正面操作 还是非常给力啊 来 面对对手的吹风 一点也不慌 好 听客干掉 小Y小Y 一死雪 走走走走 最不厌所有火力想插小Y 小Y反应过来赶紧撤 接下来能不能再把对方的兽王也带走 兽王身上的话没什么宝兵道具 狼奇 有没有王 继续王 继续王 来 一队输出 可以出了一波 弗莱团战 大获全胜 你敢信 几乎在暗夜精灵的主场作战 但是弗莱的话 大获全胜 这里想为剑胜 想多了啊 这个剑胜的话有大血 关键呢 这边风格的蓝也不是很多啊 风格也比较的脆 小Y的话 只能够边缘OB一下 靠剑胜自己脱困啊 好 剑胜成功突围 蓝后 难兴难地 终于集结完毕 嘿 这一波团战 弗莱打的相当完美啊 好 撤退成功 回家补一补状态 无意有 家里还有两个残血的单位 哇 弗莱打击比赛篮 这个状态确实给力啊 接下来暗夜精灵 就一个DH 也不太敢贸然进攻啊 等等兄弟们出来吧 这里打了个大蓝 大蓝到时候给兽王和听口都不错 这里练集吃群补啊 相当大的气 没办法 部队状态有点差 万一切身搞偷袭 是吧 只能吃个群补了 好 DH升到了四级 回来的话 练完这个点可以开个框啊 暗夜精灵 这个框已经开好了 老里头啊 开框还是开得勤劳啊 好 目前弗莱是单框 打双框 这边 嘿 弩虎天翼啊 又来了一个吸血光环 真的是锦上天花呀 剑圣这套装备 再加上一个吸血 呵 这个血线就舒服了 当然 剑圣还有一个问题啊 现在打吹风 最好到时候去洗个点 洗个分身 洗个分身 到时候每一次吹剑圣 我就分身一下 是吧 看你知道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 好 所以一波的话 双方是不是就要正面相遇 目前的话 50打50 双方的话都是50人口 但是Lolet现在有双框 哎 两个人相遇啊 好 这里狼奇的数量非常的多 上来直接切瘦王 瘦王身上有TB 歪的话 这边双线操作啊 狼奇切对方后排的一个风格 后面的话 把白牛随时传去散这些单位 好 群补一吃 这一顿输出 看来舌包插的位置很雕正啊 靠树后面 你不太好打 但要是我的舌包能打到你 好 这一波 罗雷特团战又没有打赢 这一局的话 普赖的正面操作确实给力啊 当然 剑胜装备好 也是一个问题 好 这里边的话 看看小歪过来一看 有没有什么重修支出 买一买 这里剑胜好 买好的重修支出 到时候给剑胜用啊 这里的话直接把这个七杰黑胖子给勾出来 1.36版本啊 这个地图也是做了调整的 最直接的就是这个蓝胖子死完之后 没有掉这个 没有掉这个 回回回回 以前的话是有回回卷轴 这一次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部队练完的这个血线怎么恢复是个大的问题啊 小歪没有治疗 小歪没有治疗 部队状态和相当的差啊 这个时候呢 看看贴贴要高啊 群补都控一控 好 这边看见对手过来了 赶紧走赶紧走 往后拉扯一下 本来这个部队 哇 这么多残血 赶紧走 小歪的话 单船 剑胜 重修之书 修好了啊 修了个分身 可以 有分身 后面打吹风就比较好打了 1.36版本 剑胜分身 也是有伤害的 当然有伤害 也意味着他有经验值啊 对手把分身打掉也是有经验值 只不过是和本体相比啊 经验值差得多啊 好 这一波Fly想开矿 被对手给抓到 那Fly的话 这边 祸 能拆对手一个矿吗 暗夜精灵现在已经开第二篇分矿了 Lolet这个矿开的是真的轻了啊 诶 这里好像还想再开 Lolet想乱宽了 Fly六个狼藉 好准备好要去拆 现在有没有回尘 小歪身上有回尘还可以 那这边的话 十磅一插 准备好应战 这边有个战争古术 看能不能第一时间围住 哎呀 对手交击毕了 他只能后撤啊 来 Fly这一波团战是不是想接 好 还是想接的 先生 直接分身 来 你能分出哪个是真的吗 狼藉 随时准备好切对方后排 这个时候Lolet只能够钻到这个小角落 这个战争古术卡格位置 哎 暗夜精灵这个阵型调整的还不错啊 那Fly的话 这边十磅 插好 十磅后面 能依靠十磅打掩护来打输出 瘦王 升到了四级 Fly这边的话 有吸血 不对的话 还能稍微的恢复一下状态 然后后排采取了狼藉 哎呦 倒下一个 好 这十磅插好了五根 哎呦 这五根二级十磅输出给力啊 这个时候暗夜精灵也是龟缩断小角落 看看Fly能不能硬路过去 Fly的话 哎 对方又放了一个口袋工厂卡个位置 然后这个阵型控制了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Fly得把十磅利用后啊 十磅输出打满 健身五级啦 又来一个分身 哎 小沙挺可 这一波看看风格 还有没有来 还有来 继续把健身给吹起来 我管你真假 全部吹起来 你使办法确实不带好判断啊 你仔细看 输出掉才可以 这个时候有个战争 有个生命之术打输出 好 这里十磅输出打得很满 两个人在这里打得有点久了 十磅插好了三根四根 十磅输出打得不错 健身的话 身上还有一个大雪 可以 健身这一局的输出 确实舒服 哎 滴滴滴 不 一丝血 好 回来的话终于把对手给打回去了 哦呦这个部队状态有点差 赶紧拆 拆完就走 拆完就走 现在小Y 差是没有治疗的 只能插舌棒 健身还有个大雪捏在手里 哦 老奴特也是大气啊 TP回去 再TP回来 那这一波 回来 哦呦 装TP的位置非常不错 小Y赶紧交TP 回来整体部队都参选 好 幸好反应快 第一时间TP 老奴特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分框 老奴特稳啊 哇 老奴特几个框了呀 一个框两个框 三个框 四个框 四框打弗赖的两框 一框半 这个框还没有起来 我呦 这一截老奴特框比较多 但是弗赖的剑胜输出炸裂啊 这边的话已经打了13000的输出 不过对方的DH也是打了13000啊 好 小Y赶紧控群补 没有治疗波 只能够买群补了 小Y马上到五级 五级之后 三级蛇棒 那也是逆天的存在啊 好 双群补继续来 走过路过 这边有一个框可以拆掉 另外一边的话 老奴特又发现了弗赖在开矿 肯定得想办法去弄一下了 好 剑胜分身 两个人好像又要打了出手啊 这一截双方真的是从头拼到尾 好 小精灵抱一下 把分身给抱掉 然后这两个精灵龙的位置还可以啊 卡在这个位置 那弗赖只能不被往后拉扯一下 这边看看小Y什么时候能到五级 五级之后 弗赖这里就非常好打了啊 好上来的话又开始把口袋弓的第一时间给拆掉 否则后面小弟已经源源不断的炸你这个狼旗炸的也是很难受 三个蛇棒插好 哎小Y五级了 小Y一到五三级蛇棒 好的 这三级蛇棒插下去 乌鱼又打得非常的爽 小Y现在没什么难了啊 没什么难 剑身一直被吹起来 这边吃了群补 部队状态抬一抬步 还是没有出来 好 终于吃了一个群补 部队状态抬一下 对手三英雄往前突 剑身在后排切对方的一个风格 这边哪个英雄先倒好 听客先倒 听客倒掉 接下来兽王也危险了 对手的DH升到了五级 这一波兽王身上也没有什么保命道具啊 这一波团战也是拼得惨烈 好 Fry的话 第二个群补还有三秒钟可以吃 赶紧吃赶紧吃 不欲欲这么多狼气残血 好 第二个群补也是一吃 吃完之后 暗夜精灵 感觉后级无力了 DH DH没有回程 5级DH 直接剑身一刀砍掉 剑身6级了 兽王 你也得死 哇 剑身直接一个250度的暴击 把兽王给带走 这一波Fry 全肩对手 全肩对手 打的真的是酣畅淋漓啊 好 最后再把这两个非常硬的 把精灵 干掉 把这两个非常硬的啊 精灵龙干掉 剑身6级了 但是Fry这一局非常非常谨慎啊 他并没有生大招 而这剩的是三级分身 三级暴击 小外也没有生大招啊 好 这一波直接把对方的这个分框给断了 那现在暗夜精灵腿了呀 三英雄阵亡 风德想过来买英雄 好 先把DH买活 买活之后赶紧走 剑身分身还在追 哦呀 Fry这一波 一波把暗夜精灵给捅穿了啊 暗夜精灵现在的框确实很多 但是我一个一个给你拆了 Fry的框也开起来了 这一波继续拆 这边的话 小外继续去控群补啊 这一局 Fry几乎所有技英雄都打输出 买群补 来弥补一下自己武器的不足 小歪蛇棒 一起插 这个框又给你拆了啊 一口气 拆你两个框 暗夜精灵 嘿 还有一个框 主框的话 已经踩完了 好 三本基地 爬出来 直接这里重新再开个框 这一波暗夜精灵找机会偷袭弗莱的分框 那弗莱的话是直接交TP 交TP的话这里只能交TP了啊 好不了 狼奇多 你单纯的话不走不了 这一波DH撤退 也是为自己的分框拖了一点时间啊 还有一个框 好 这个框马上也开出来 那接下来 弗莱又可以继续捅穿他了 这一局这个剑身啊 立功了啊 这个装备确实给力 小歪的话 好 要搞一天又开始冲锋了 剑身身上的蓝有点少啊 可以补一补 劳里特 三本基地 永恒之助 再一次做下来 那三英雄 Tinker的话复活成功 二英雄的话 寿王只能买了 这钱都又来买英雄了啊 三英雄基地进祭坛 也是少见 这一波买完之后 寿王先回家喝喝紧水 补补状态 这个时候 Fly又来了又来了啊 这一波的话 几个狼级啊 五个狼级 四个白牛 这个部队配比相当完美 剑身 六级 三级分身 上来直接入对方的一个永恒之处啊 好 剑身一个人去挡对付 三十六人口啊 对手确实也没什么人口了 好 都是红数字 二七二二三六 都是暴击 DH这一波的话能碰到后排的兵吗 剑身分身表示有我在休想 好 狼级想去切对方的后排了 DH吃了一个压膏 吃了一个压膏还是撑不住啊 剑身的本体还没有碰到你 被分身就打得有点受不了了 你看 剑身真身被吹起来 这分身照样把你给切掉 估计DH倒下 劳烈特打出激进 我们恭喜Fly 六级剑身 有输出 有这个神装的剑身 分身都打得都非常的炸裂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